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G Magazine,我是強仔 我是Isa,我是Kiwi 身邊這兩位同事近日去了日本購物 旅行,買到整桌面都是 今天為大家帶來的就是GMAG的開箱和好物推介 我這次的旅程買了很多東西 大概花了過百貓 差不多的數字 Isa這次是跟女朋友去的 是小了一百萬Yen 一百萬Yen,差不多差不多十萬港幣 大家要介紹的就是Majiella的分子高跟鞋 這個買了六千元港幣 因為那時候看到的時候,我是在涉谷買的 對,這對就 然後剛好那時候,她是很多網紅去的朋友 然後搞得好像很誇張,很霸奔 整間店好像弄得很充滿 所以全部都是站好嗎? 站好嗎? 站好 然後剛好就讓我看到這對鞋 這對就是六千元港幣 剛剛買的時候,所有東西都很新的 最新的那個位置是鞋底 就是你可以拿一雙鞋來拿 好,現在不要給大家看了 對,現在不要看了 剛剛掃了 現在香港下雨了,大家知道 這個走出去就已經看不到 你知道,那些紳士坑三日香 當然要穿得盡 先看看 這個Majella就買了這個袋 它的袋的賣點就是前面這個位置可以打開 我還以為我剛剛想展示標籤 突然你轉了一個圈,180度 沒有,那個標籤在後面 在後面 其實也不知道,你們都會在哪裏前哪裏後 我不喜歡展示標籤出來 好像不太方便 這個好像比較方便 然後這個就是跟對鞋一起買的 都是在涉谷 然後超級的 這個袋買了2000元港幣 是 但因為其實它本身這麼便宜 我覺得有原因 其實就是 因為畢竟都是二手 可能是中古的東西 在這些位置看到的皮都很皺 哪些位置?這些嗎? 然後有一點花花的 有一點花花的 但可接受的 可接受 都挺優型的 有那種真是Vintage的感覺 是,Raw的 好,有袋說完了 到Kieran,來吧 這頂帽子不是我買的 我女朋友買的 是 就是在巴黎世家裡買的 或是在門市裡買的 沒有什麼特別的 都是這樣 很漂亮 第一眼看到它的時候 就已經說很想買 然後我就說 你買吧,你照買吧 這頂帽子就好像是 2900元 港幣 2900元 即是比香港便宜 是否覺得我那些超級 2900元買的 沒有,我真的捨不得 我真的 但因為比香港便宜的 而且它的質感上是 很多細節 很漂亮 真的要近看才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 有一些造舊 破壞 一些毛邊 就是巴黎世家最厲害的 你看不到那些釘書釘 我特意釘上去 是 但你這個 我想鏡頭應該是看不到 你要很細看 譬如說你出街 你要這樣看著 你才會看到一些釘 嘩,你這麼近看著我 可能我想 因為它買了 我又可以戴 而且剛好那個模型 因為我喜歡CAP的模型 是比較淺 而且沒有事 很彎 所以我很喜歡這個模型 但你有沒有分鴿錢 沒有 但我有分戴 好 態度正確 就是這樣 請問這個 葵兄Jackson Werner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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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那下一個了 這個就是在銀座的Dolver Street Market 賣的 它有賣CDG CDG 不同的系列 好像很難開 是的 然後上面又有空客 它總共有七層 好像是七層 然後最底層就是賣 Buffin App 一些潮牌 然後裡面送了一些 這些是什麼 資訊卡 是,資訊卡 好 那我就買了這雙Bave Star的全核食 因為我原本是想買一雙Air Force 但Air Force有幾塊錢 但剛好這雙 因為香港發售價是$1999 即$2000港幣 但我看到這雙鞋子的時候 就$1300多 哇 哇 所以我就馬上買了 買了兩雙 全新的 全新的 哇,比原價便宜 是神經病 很誇張 可能剛好Yen便宜了 所以就馬上買了 那時候 大家可以看到整個鞋型和Air Force 可以說是一樣 但那些細節是不同 即是Tick轉了這個Bave Star的Logo 然後,Air Force 1是不是銀色的? 鞋帶球 好像不是 好像不是 是啊 Air Force 1E這個位置就是銀色 但它是Nike 所以就轉了成圓人頭 然後鞋帶球 銀色 而且皮革可能有兩層 有一個層次 是啊 即是你看到鞋面和鞋頭是不同 這個是荔枝皮 其實質感會再提升 哇,這個1300元的鞋 這個鞋 鞋帶球 那我收起來就繼續介紹一下 然後你試試拋出去 即是向後拋 是,這是節目效果 來的 我交給你 我待會訂你了 好 那四樣色品放在你面前 這個不吃煙的同事 就買了一個Feltern Westwood的火機 喂,它真的很划算 因為呢 在香港買呢 好像是要大概 我不記得了 總之那 range就是700多到1000 但Crossover的款式一定會更貴 這個不是Crossover的款式 我知道,如果是Sippo Crossover的其他東西 那你這個就不是Sippo 這個不是Sippo 這個純粹是Viu人出的Sippo類型的火機 第二樣東西就是 我挺喜歡的一條鏈 因為這個也是 shelgo夾拿不起 是在那些中古店 超小的店 比我們廁所 就是那個店 其實這次的購物主要是 Focus在中古 Vintage店 對,Vintage Dudet Vintage 要不然怎麼買得起 這條鏈呢 這條鏈好像大概 50元港幣 那我很合理 適合那個Sippo 500元港幣 然後這個就是Cromhart 那這個就是一個 不懂得讀 K字頭的一間中古店 而是日文來的 K-O-M-E-H-Y-O K-O-M-E-H-Y-O 就買的Cromhart 那在那間店 我自己就買了一條手帶 然後我女朋友就買了一個袋 有沒有圖 有圖 好,彈圖 再彈圖給大家看 然後 因為它正路價好像 我不知道多少錢 我那時候沒有問到 但是因為我看一看 拿上手之後 它是有一點點殘的 但是我發覺是可以清洗到的 因為我昨晚還是前晚用了一晚的時間 你用了那個抹銀布 抹完之後是真的亮了 是啊,我抹了那個邊 然後那些黑色的位置還沒穿完 因為這樣很累 其實你抹完翻身之後的效果是不錯的 都不錯的 但這個是多少錢呢 這個是2,300港幣 我想說皮這些 但不是人人都適合 我試過戴 我發現戴上去之後是不適合自己的 但是你戴是不錯的 是不是挺適合的 對,適合你的 Good choice Good choice,謝謝各位 這間店鋪在一般很出名的 它是專門製造帽 它有Custom Make 它有成衣的生產線 它的牌子是叫做CA4LA 因為這個CA4LA 感覺上是像Select Shop 因為它放很多不同的牌子的帽子 為什麼會想買一頂紳士帽呢 因為我常常穿長袍的 哦,就是它最近走這個Yoji風 對 做了很多這一類型的一系列的產品 遲些是想著很有型的拍個lookbook 給大家看一下 自己玩一下 我先說說Stuzzi 又是另一頂帽 這頂帽就是你自己買的 對,這個是 這個 這個有多少錢呢 這個 我想應該 因為價錢好像不相差太遠 跟香港Stuzzi 好像都是400多左右 400多左右 但我發現如果你在香港去門市 現在這些Basic款還有沒有 這個好像有 我印象中好像有 大家知道現在香港Stuzzi 都是非常搶手熱門 很容易就騷擾 所以 再加上Yen便宜 你看到這些Basic款一定不會有錯 所以買了就一定是 因為它沒有其他母款 有的都是Ping 我明白 那些叫什麼 Five Camel Six Camel 我不懂得分 不是,棒球 就是平時Supreme出的那些 大家最常見那種 對,總之就不太適合我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 而且因為它有小Logo 和大Logo 所以我選了一個大Logo 就是選了這個 又帶了相片給大家看看 有沒有分別呢 跟巴黎西加Logo 有啊有啊 這個深了一點點 那個再淺多一點 對,所以我就喜歡巴黎西加那個多一點 但巴黎西加那個 真的選人大 如果這個頭像我這樣 高一點、大一點 你壓不住頂部 嗯 然後第二頂就是 頂拉姆 這個是最後一頂 剛巧被我拿了 好搶手 這是不是那些Sales的術語 應該是 最後一頂 然後那個貨全是 對,對 對,對 跟我說全有款最後一頂 對,對,對 對,對 這頂也是最後一頂 又是最後一頂 就是原來一買 然後那個Sales就馬上把頂 另外一個款出去 就是因為已經沒有這個款 做到 做樣子給你看 做樣子給你看 你一出一個店舖 有五班回來 怎樣都要的 然後買了那頂拉姆 然後好像都是四百多元左右 然後就買了兩件衣服 其中一件是這個 這個真的很棒 這個我也想買 這件真的挺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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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會看到前面 可能有一個Stoos的logo 在那裡 你現在看到可能那個logo 不是很出色 但是我們可以彈一些 官網的model 穿的相片給大家看 你打底 因為大家看到是 是透的 那你會穿不同顏色的打底 會有很多玩法 那你轉了不同顏色的打底 那個logo就容易看得到 那它有 橙色 白色 還有綠色 綠色 綠色的挺好看的 綠色它不是那種 大家想像中那種很棒的綠色 是那種 軍軍的 是 見過白色 但我有看過別人想買白色 那件 白色懷疑是限定款 不知道老番 應該老番 可能是親友限定 我們看官網不能買 但有人穿著 1,000元 我忘記了 這個要四位數字 但你去日本買是否便宜 我想應該都差不多 都試過 然後就買了這件T 好 這件就是 9月8日 好像是9月8日 9月8日出的 新鮮滾熱牙 對 Cossofa 因為原本 去的頭幾天 都看不到有什麼漂亮的T 然後去到 去到 Cossofa 那天 剛好有一件比較好看 就買了一件T 但是 店員通知你會有新鮑賞嗎 不是 你去裝 你先去Ig 他有 他在串 sorry 是不是脫節了 就是這樣 買了一件T 黑色你最喜歡 嗯 這個就是 巴黎世家的錢包 這個很棒 這個真的 我覺得是 這個我今天這麼多的 對不起 多了 好 那麼多的I頭字我最欣賞 最欣賞 原本去巴黎世家 其實本身都是想著 走幾個圈 然後去看看有什麼 因為我知道他出了一個新袋 想著進去看看那個新袋 誰知道一邊走的時候 就看到有個錢包 這個是女裝人包 這個是女裝人包 可以給大家看 這個女裝人包 它是 拍樓 然後開出來 就一個散紙包 一個小袋子 然後就可以 旁邊有些卡 裝備卡 然後就是裝錢 然後後面呢 最外面那一層 可以裝兩張卡 它原本有個男裝的 我覺得女裝會比較好看 男裝就有很正老的 那不是長一點的 你當正常的男人包 哦 就是再大一點的 你可以當這個是這麼大 那男裝可能就多一小 還有起角 男裝 就是女裝就不是這個 這個是圓角 是的圓角 還有 因為我有個袋 所以我會覺得買這個 挺搭我的袋 搭一遲 遲些真的全身都是 是的 它對鞋也是 這個 都便宜過香港 還有香港沒有 是因為香港沒有 所以我就買了 香港沒有很划算 這樣 3000 3000 3300 左右 這個也很划算 3300 是 因為香港要買的 都要4000多元 還有它還有一個小款 之前就買了一個小款 給我女朋友 卡套那些 不是都是這個人吧 哦 再小一點 小把 然後我就買了一個大把 就是這樣 不要緊 有幾萬元要裝 所以要買大一點 對 這個就是 在銀座的一個 叫三月百貨公司 走 就是剛好沒有工作 然後就走 然後就 去了不知道哪一層 就看到有 有很多賣首飾的東西 然後就進去看 大家有沒有看功夫 功夫 功夫裡面有位師傅 但是 給我 令我一點驚喜 對不起 打算了你繼續 這個就 沒什麼好介紹 其實都是純粹一個 手壓這樣 那它就包了兩隻這樣 就是這樣 這個是一石 Kirin 第一天回來 studio 然後已經注意到它這個飾品 是很漂亮的 就是你戴上手 其實本身我看到它是女裝品牌 對 大部份都有女裝 有少少unisex的款式 但是這個 男生戴其實也是很漂亮 真的很特別 我覺得 因為我原本問過 Sales 是不是只有女生 他說有男生的尺寸 所以我最後就買了這個 這個大概 五六百元 這個也不錯 不錯 不錯 好 到你了 你這件衣服 到你開始了 迎劫了 我先從這件 大家都認識的品牌 那我就買了一件 Kamdi Cuzzle 然後 它這件東西在原宿買的 我另外買了兩件Vivian 都是在原宿間中古店買的 它是專賣Vivian的 古著 譬如 深深那件西裝外套 就是Nana穿那件 然後還有少少Kamdi的 舊 也挺舊的 感覺到 也挺舊的 那這個是多少錢入手 這個好像是 五百元港幣 五百元港幣 買到一件Vintage的Kamdi Cuzzle也不錯 是不錯的 這兩件就 兩百元 我記得是兩百元 Vivian Vivian 這個是長身 但是它本身有沒有說是男裝還是女裝 對不起 它應該是女裝 但是你知道我們的同事是這麼有性格的 不會理會它是甚麼性格的 我們不會讓衣服定型我們自己 沒錯 大家如果有留意一下Isaac 他也會穿一些長長的東西 又是一件Vivian 對 這件是Need 背心型 但是其實它的袖 我看到它最驚訝的是 它的袖是有少少… 怎麼說呢 縮起了 縮起了 但是你穿上去之後 它有少少燈籠的感覺 就是背心在這個位置 就是跌薄的 是少少跌薄的 燈籠的 我已經想像到你穿完之後會很大隻 這四個產品都是在同一間店買的 到時候再彈套給大家看 這一條就是Carnie Cason的一條 很誇張的本的一條西褲 它也算不算賴屎呢 算了 我發覺我穿完之後 我可以裝到很多東西 它賴屎是賴到快要落地 很可愛的 超誇張的 我裝到很多東西 不錯的 是 這種複形是第一次協助的 我是超級少去穿的 其實它是因為超便宜 所以我就想買一條試一下 試一下 它便宜到什麼程度呢 550多 550多 不錯的 但是這個質地大家要留意一下 這是什麼質地 但是它說 它說到明 因為Carnie說到明 是不加人造纖維的 嗯 所以它的陽毛 或者是 總之有少少毛的面 基本上 起毛粒的機會 是不會很大的 除非你已經放到很久了 但是其實你看到已經 已經 銷售的滑術 都起起的了 少少 少少 好 這件非常之挑逸 是 這件是一間叫做 什麼 New York John的 一間中古店買的 因為它已經偏貴的了 但是我剛好看到這個 我超級喜歡 然後 都是我會穿的東西 所以我就馬上進去的時候 大概趕近200元 你會怎樣配搭 我沒想到 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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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有些衣服買了回來之後 你自己再想想怎樣配搭 對 再想 這個就是一件 Kimono 在攝谷 其實有很多地方 都可以買到一件Kimono 就是你隨便進去一間 有Vintage 衣服 或者你見到一些衣服的位置 然後 那些角落 基本上都可以找到 Kimono 感覺 浴袍 的一件 外套 這件買了一件短身的 它最爽的位置 其實是 你可以把東西放進去 哦 這個位置 但這個是透的 代了什麼 是被人見到的 電話 電話 被人見到也沒所謂 就是這樣 然後它還有少少少刺繡 又是一件馬甲 這個是不是 沒錯 這個是在一間 叫做 Second Street Second Street 在日本來說 都算是 很連鎖 很大型 有規模的 二手買賣店 是 它可以收你的款 又或者 賣給別人 就說我買 我有東西放給他 他都會照收 那些 那這件 就 因為 很有型 買 買 好 買 好 最後一件 說買吧 最後一件 也是在Second Street 買的 那這一件 其實對我來說 比較驚喜的 因為穿上身的時候 我不是喜歡 尤其是背心款 如果它不是偏長的話 我不會買寬的 我不會買那麼寬的 寬的 寬的的話 我只是買長款 因為有層面 是 剛好這件上身的時候 它剛好這裡可以 縮起它 我回去也有看過這個牌子 Kekko Kishi 那些入閩東西 入閩東西 Kekko Kishi by Noshi 挺有型 是Noshi Noshi Noshi的作品 挺有型 是這麼多 好 那跟大家先做個細總結 大家買了這麼多項目 所以選擇你一個最喜愛 最喜歡整個旅程 你覺得買得最好 是哪一件 最喜歡 是 看見我也這麼喜歡 不行 不可以這麼花心 選一件 是你呢 你呢 我選好了 你選的是哪一件 我也是選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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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今天的VIP MVP VIP 選一雙鞋 MVP 好 這個就是你心目中的MVP 好 他們兩個已經選了 你們兩個去完東京旅行 其實我偷偷去了一轉 我都買了一些東西 是嗎 看一下 買了老婆餅 你看見 Osaka餅店 嗯 大版買的 老婆餅 日本也有老婆餅 厲害 好厲害 好厲害 好 好 夠了 先剪掉它 各位觀眾 看完它的介紹之後 你又覺得哪一件是買得最好 最划算 歡迎在下面留言和我們討論 如果你在日本也有好通價的店 都可以留言 我們下條開箱片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